红包最大包 标速科技梦 2024原梦献上演讲会 图老师独家传授循环法则 2024年红包密码大公开 会标的产业请您抢先掌握 梦想有多大 红包就有多大 今年最大红包 今年最强优惠 全部都在 红包最大包 标速科技梦 2024原梦献上演讲会 加赖填写表单报名 或拨打电话 0225231988 这盘我还要说什么 没有人会跟你解废半 13天时间转的废半会大涨 没有人会跟你讲 道琼要创新高 你待会都可以看得到 今天台股在创新高 一点也不意外 我早就跟各位讲会到1万8 你逢低就要买进 但是这个也都不是重点 包含今天的台积电 你把它今天582 再加3块钱585 他又创高了 我们前几天还跟各位讲 台积电这次如果再黄金加差 你再不满你会后悔 你又后悔 连巴哥今天也创高了 华通今天也创高了 钟蕾今天也创高了 短线上的今天9号掌停板 其实我不用解态度 我全心全意的 真的观众朋友们 你这12月16号的线上演讲会 因为刚刚节鱼再三的叮咛我一件事 是线上演讲会 所谓线上演讲会就是 你要借由YT YouTube才看得到 那你要怎么才有办法在礼拜六 下午两点看得到这个节目 你可以电话来报名 或者是借由Light at来报名 那你Light at来报名 你还是要扫描一下YT YouTube 因为现在这个太普及了 你手机也可以看到我的线上演讲会 你也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的线上演讲会 就是在12月的6号 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可以跟各位讲 我的线上演讲会的一堂课 教的技术分析 抵过你在外面上10万块的技术分析 你信不信 我没有任何常识 包含最近以来的什么 华泰为什么会买 剑鼎怎么买的 波罗威怎么买的 易容店怎么买的 系装怎么买的 联阳怎么买 联发哥台积电 静棚双红 华通 包含世青KY当时怎么找到的 你在我的线上演讲会 我会跟各位讲得有够清楚的 而且不是只有教这个技术分析 我还把三大族群 明年度会涨的 我稍微给你透露一下 其实今天已经开始在动了 跟封册有关 封册有关 还有AIPCB有关 跟网通有关的 每一个族群我都有 有股票当例子来给各位看 那而且在最后还有神秘的会长的大标股会送给各位 所以你们一定要大家告诉大家 那个2月16号下午2点这演讲会真的很重要 我麻烦这个先拿开一下 这个报名专线 你一定要来听 一定要来听 那我也说过了 你要来听之前 你不要说到时候2点到了 打开这个 这个节目看不到 你要在YT节目才看得到 所以请你扫描这个YT 一定要扫描我的YT 因为现在大概有一万多个人都有加入我的YT的 那Lighted也有一万多个人 你一定要报名 你一定要报名 你才 真的啦 我愿意讲是代表说我要回馈啦 而且 我们在三历两点的节目到这个月底 我们就被邀请就告一段落了 所以我要回馈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我才把2024年必学的技术分析请郎相授啦 好不好 什么叫做量价不会同时到底 股价创第二次黄金加差往上 必会大涨 当季线往上 站上季线以后 要怎么去预测它为何会涨多少 都有实战案例 还有明年第一季 有哪些股票会涨的 我通通告诉各位 而且我们这线上演讲会是免费的 好不好 你就在12月16号 当天你 你准时要收看 那但是你要先报名 那我也说过了 人 报名的越多 我讲的越多 我这两天这样讲了 已经有一两百个人报名 我希望能够达到五百个人 你们圆梦我也圆梦 代表你们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你知道说我们有够用心的 我不是只有跟你解台股 我是不是一直跟各位讲 我说只要这个红K棒以下 你随便买 你基本上你都赚 我已经讲过了 然后这个 我跟你讲 全中华民国没有人会跟你解废半 没有一个分析师跟你解废半 我跟你讲 13天时间长的废半会串高 我请问你废半会串高 台积电不会涨吗 连巴哥不会涨吗 这个很重要 所以要讲好几遍 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一下飞半 观众朋友 这个要真功夫 这没有真功夫解不出来的 你看看飞半是不是创高 你再对对看这个图形 在这里 我就跟你讲一下创高 这里背离 上个月上涨是不是也是因为飞半 上个月涨了1432点 这个又为什么会续涨 因为飞半13天的时间转折 我说这里要上涨 你同样你这画面 你看一下有没有创高 我跟你讲 这个才是最精彩的地方 你看一个分析师 有没有实力是 你可以走遍全世界 我跟你讲 你可以走遍全世界 你不是只有在台湾做股票 你全世界 你通行无阻 你们再看一次 我再给你看一次 这是当时 黑黑棒在这里 我说13天时间转折要上 你自己看这几个字 13天转折 指标在低档上涨 这两个字写得有够清楚的 上涨 你看清楚没有 这两个字 我没有跟你喊 我就写上涨 我再给你看一次 有没有上涨 那我请问各位一下 台积电今天收在585加3块钱 是不是又跟上次585块的高点一模一样 我有没有在前几天跟各位讲 当台积电这次又黄金交叉 你再不买你会后悔 一堆人看我节目 完全 我不知道你敢不敢买 那这张股票也是 今天又在创高了 谁在节目中跟各位讲千金股 联发哥如果站上千金 他的意义非凡 我从733块一路解决到今天969块了 我还看好他 你们有多少次机会 其实你这次线上演讲会你就知道 联发哥以后会到哪里去 台积电会到哪里去 好不好 这个其实 我讲那么多都没有用 因为我都留下证据给你看 你看肺瓣的这个上涨 一路上涨 那更不用讲四星 其实今天四星KY已经过了3661了 虽然今天有拉回 你们要了解四星KY的故事也OK 今天四星KY真的有到3661了 今天到3690有拉回 那没有关系 问题他已经到3661 他真的到3661了 已经到3661了 也不错 而且我今次节目中也有在讲 趋势指标怎么运用 我都有讲 在线上演讲会 趋势指标怎么运用 我讲的有够清楚了 你如果错过这一次 我跟你讲 我下次我不见得会跟你讲 趋势指标怎么用 所以这个线上演讲会有多重要你知道吗 而且我说过了 不用你跑到 你说我当然我也可以在台北办演讲 桃园办演讲 新竹办演讲 台中办演讲 台南办演讲 嘉义办演讲 高雄办演讲 问题是你们都要坐车来 那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很简单 你就我的Lighter 你扫描一下 报名打电话来 或打电话进来报名 你说你在星期六的下午两点 你要看我的线上演讲会 你就清清楚 一个多小时 讲的有够多 我讲了一个多小时 本来预计四十分钟 就越讲越多 越讲越多 越讲越多 因为我觉得要跟各位交代清楚 你看钟蕾 你有收看我盘中节目 你都很清楚 为什么我的节目一气呵成 我刚刚一点才连线完 我讲钟蕾讲了一个礼拜了 我说网通会中 会动 那钟蕾创历史新高 今天再创历史新高 有看到 有看到就好了 你们要了解说 为什么股票过了锦线以后 还会在大涨 这些原理架构 其实一点都不难 在我的线上演讲会 我都会讲 我都会讲 他昨天过这条锦线 所以他 我这样画一下 懂的人就懂 这叫钟蕾 那同样的 我们再来看 系统 系统你们等很久 我必须想等很久 这档股票我也有感而发 因为一般来讲 没有人会解跌停的股票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来我们来看一下 系统 在这一天的时候 当天跌停 我是不是在节目中 你们去看一下那一天的 那个U2 11月9号那天U2 我讲说 他这样掉下来 那你最起码指标 你让他落敌 又弹上来 你要出 你再出 我有说过 而且我讲说 以IP股来讲 有很多都没有赚钱的 都100块 200块 甚至300块 400块都有 他前三季赚了快 0.9元的股票 IP股 结果只有四五十块 你们觉得合理吗 不要不信邪 我给你看一下 他今天的现行 没话讲 老板出来讲话 就是真的有用 看到没有 你这样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了什么 我就不用多讲 有时候好的股票 你这次技术分析 你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季线往上 回这季线是买点 我记得我曾经也说过 说你如果说 他转型成IP股的时候 你知道他 他无可限量 你看资源都可以这样涨 他如果复制资源模式 你觉得系统应该值多少钱 这节目你们都看过 我不是说今天涨停满 我才拿出来讲 我只让各位了解 就是这样 好不好 有时候很多故事 你看这档股票 你问我九豪为什么今天会涨 下降压力线早就过 料能反压力线早就过了 被动元件 国际这样在涨 国际的上游 占百分之三十的成本 就是九豪做的 这样各位清楚了吗 我印的时候是三十块一毛 那我讲一句实际一点 我拿两档股票来跟各位做比较分析 我记得我上次是不是拿中壘 跟起基来跟各位做 做比较分析盘中的时候 我说起基赚七块钱 那中壘赚六块多 结果两个股票差三十几块 结果后来你看中壘就一步上来 你同样到你看光杰也是不错的股票 这叫光杰 今天敌也打得不错 这也是被动元件 我不能不说他不好 我们要实话实讲 他敌打得很漂亮 敌打得真的很漂亮 这叫光杰 我实话实讲 我拿来做比较分析 我不能说我的好别人就不好 但是我跟你讲 你光杰今天来到六十几块的时候 你一样你看一下 你看获利能力就好了 我很注重获利能力 他赚了两块钱 赚了两块钱 那九豪赚了1.87 1.87 一个赚两块钱 一个1.87 差不多嘛 对不对 这样各位会看到 差不多嘛 如果以第三季看的话 他赚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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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光杰赚0.62 结果你看一下两档股票 一个六十几块 一个三十几块 你觉得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啊 你被动元件都在涨 我们还是要看赚钱的获利能力嘛 光杰很漂亮 图形很漂亮 他赚两块钱 我九豪赚一块多 也接近两块 我第三季赚的比你光杰要多 我的股价只有你的一半而已 所以 你这样会挑股票的话 他是不是涨定板 观众朋友 我这样直接跟你明讲 你当然也可以等 听完我演讲会以后 你再来想说 要不要跟着我们这样 一起来打拼 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操作 既赚得到钱 然后又学到技术分析 但是 如果你没有空来听我技术分析讲 做的在礼拜六下午两点 我今天开放给你 现场的早鸟架 这样可以吧 而且我必须讲 你如果不方便 没有时间 来听线上演讲会 就是在礼拜六下午两点 除了你有加入的 我给你线上早鸟的 优惠架以外 我把当天的技术分析 我烧成光碟或者USB 我送给你 这样可以了吧 因为有些人真的很想听 我那个技术分析 但是真的没时间 尤其是我的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 有些可能还在国外 但是因为我们在 线上演讲会有 非常优惠的价格 那我今天就跟你明讲 如果你现在就决定了 我可以比照 这个线上演讲会的早鸟架 也就是优惠架 那如果说你 想加入 但是你又 礼拜六的下午两点 又来不及听我的技术分析 的这个讲解 或者是有哪些股票会长 没关系 我把当天的内容直接 copy给各位 这样好吧 我能做了我都做了 反正 我跟你讲 真的那非常精彩 那个线上演讲会 你听完以后 你如果说不好的 你走到路上 你骂我都没关系 这样可以吧 我很有信心 好不好 这台积电源更不用讲了 528块那时候讲的 然后他一口气涨到 585涨了57块 我这里还跟你讲 13天时间大转折 有没有 你看我的技术分析 好不好用 你不要小看这个 13天转折真的很好用 转折上来 今天收在582 再加3块钱 585 看你要不要买而已 我说实话 我该讲的我也讲了 你相信的就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该讲的我都讲了 好不好 我该讲的我都讲了 那接下来这联发科 要怎么说 你们说联发科 你要我怎么说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 733块你一定买得到 然后就每天跟各位追踪 看你相不相信而已 我说他就一路会上 你就相信一次或一次 他会到1000块 那很多人就不以为了 你就觉得不可能 我问各位 从733块到今天的969块 涨了236块 一张23万6 十张236万 你说我有没有跟你讲联发科 当然你要了解联发科 为什么会那么强 在这一次的线上演讲会 我也交代的有够清楚了 观众朋友们 就是这样一点一滴 就是这样一点一滴 包含华东也是 华东上次跟你讲 量教不会同时到底 从57块2这样一路涨 一路涨 一路涨 你们以为涨完了 我觉得根本也没涨完 对不对 一路涨 我记得前几天我在连线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 来到76块市井涨很多 打下来我还跟各位讲 又要开始 有没有 第八天时间转 有没有人这样跟你交际出分析的 观众朋友们 你们自己看节目 有时候 touch your heart ok 我有没有这样写 我说真的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我连第八天时间转折都跟你讲 我都会在创纲 你看今天有没有创纲 有没有创纲 那你们还要我讲什么 我真的我不知道我能讲什么 昨天万资买了4700张 头戏买了2361张 年纪三天买一张 第八天时间转折也跟你讲 跟你预告 昨天是第八天的时间转折 去年华东又在创纲 像一点一滴 都是帮各位 看要怎么赚钱 我都是一点一滴的 帮各位累积财富 观众朋友们 这一场演讲会真的非常重要 你要晓得我的用心 这一演讲会 线上演讲会 因为节育有再三的提醒我 我不是到现场去 也不是你打开三立电视台 就看得到的 是 你要扫描我的YouTube频道 或者你已经有我YouTube频道了 OK 没问题 那是先决条件 那你如果你之前就有 就已经是我Light的 忠实的观众 OK 也没问题 但是我请你要报名一下 你或者是还没加入 你赶快加入 你已经加入的也没关系 你赶快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跟他叮咚叮咚一下 说我要在礼拜六 看到图老师的线上演讲会 他们就会给你一个评证 你到时候 你在礼拜六就可以看到 我跟你讲真的很精彩 不是我自己在偶漏我自己 真的有很多什么量价 不会同时到顶 还有目标价怎么看 我都有在讲 你稍微有一点点技术分析底子的 你看完以后你真的会觉得 以前花那么多钱到底在干嘛 那我再跟各位讲 你也可以借由我们的电话 麻烦再拿开一下 这很重要 在12月16号下午2点 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红包最大梦标述科技梦 这个演讲 我当然知道有些人不想学技术分析 那也没有关系 那你总要知道说这些股票 有没有类似这些上涨的股票 再复制一次 这个很重要 这都是你看我节目 我跟各位讲的 你也可以不学技术分析 但是你要知道说 有没有类似这种股票 我讲白一点可不可以 就是这样子 那我这边也再三的跟各位讲 如果你真的也没时间 听我的技术分析的这个讲座 没有关系 你就打电话 或者借由Lite 你就直接就跟着我操作了 然后呢 我可以比照 线上演讲会的优惠价 而且你如果需要 我电视演讲会的内容 我可以寄光碟或USB给你 你在家里 你看就会 你看就等于说 你可以再看一次 好不好 我们休息啊 下个节目再见 谢谢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情绪 其实在这边解盘解了那么久 在月底会告一段落 我才会说我一定要办这个线上演讲会 因为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股票 观众朋友们 你在YT你都看得到 我是照日期在排的 你都看得到 几月几号 那到时候线上演讲会的时候 因为刚刚捷御有问说 你怎么不把这个赚得多的牌前面 我说没有 我是照日期在排 当然事情更快更早了 只是它只是一个人生的标记而已 人生的标记曾经拥有的 那我想说借由这些股票 我当时怎么去找的 那为什么它会涨那么多的技术分析 来跟你推说 未来有哪一些股票会涨 所以我刚刚也讲说有三大族群 一个是我看好的 封测的族群 一个是AI的PCB的族群 一个是网通的族群 我都有举范例给各位看 好不好 所以观众朋友们 真的你要好好的 我们彼此珍惜 我再讲一次 我们这线上演讲会 你不是在电视台可以看到 而是要在YouTube频道 所以你一定要 先决条件你要扫描YouTube频道 你是有扫描YouTube频道以后 你借由Lighter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一对一的报名说 我要看礼拜六的这个线上演讲会 那当然有些人说 没关系我就打电话来 OK OK 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 我欢迎你打电话来报名 打电话来报名 那我不会尝试 尤其是趋势指标的运用 一大波 为什么八十几块那时候 趋势指标就抓到了四星KY 我那个是经典案例 还有为什么连巴克这一波 我一路看好 包含台积电每次大会我都找得到 这个我们没有跟各位收费 那你就要赶快报名 或借由Lighter来报名 当然我刚刚也讲了 你要现在马上就要跟上类似这种股票 比如说今天九号一看到 马上就涨停了 OK 你要类似有这种股票 你现在马上有业也可以 我今天可以比照会场的优惠价给各位 你甚至你没有空来听这演讲会 我可以寄光碟或者USB给各位 你一样可以看到技术分析 你也可以现在就提早说你要跟着我操作 真的股市里面不难 你要看得到未来这才是先知 我相信你们这一段时间 你看到我在解废办说台股会涨 你看到台积电连巴克业涨 我已经不用多说什么 我要说的就是我竭尽所能的在这礼拜六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的线上演讲会 就是在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的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勾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主持人独立创